大家好 那這一場比較特別就是講者其實人遠在日本 但他心與我們同在 所以他想要還是用錄影的方式參與這個議程 但是他本人隨時都在線上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問問題 那問問題當然就是使用slido slido 那如果想問問題的話可以掃QR Code 或是直接去slido.com 輸入coscop22-fp 大家掃好了嗎 那如果 蛤? 對他本人應該有點害羞 但 我可以問他想不想要來Google Meet 可以跟我們靜耳面 不過現在有什麼問題 聽到一般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先在slido打上去 好 那我就開始播他的影片囉 Introduction to property-based testing 等一下 歡迎大家來到 Introduction to property-based testing 我是CyBuy 或者是你們也可以叫我Haku 然後我目前在東京的一間新創公司 叫做Altify擔任前端工程師 所以我白天就是做做web的frontend 然後晚上就是自學一些 functional programming相關的東西 那接下來這是今天的agenda 我會先介紹什麼是priority-based testing 然後再透過更多的範例讓大家了解 該怎麼去做PPT的測試 然後接下來會跟大家解釋說 什麼時候其實更適合example-based testing 然後再來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今天沒有辦法做太多的深入探討 所以我會把一些我想到的進階的議題 列點在這個第四項的時候 然後最後就是QA 然後在這場演講中呢 要是我有講到PPT的話 就代表我指的是property-based testing 那到底什麼是property-based testing呢 它最早是由1997年的這篇論文所提出來的 那基本上它裡面有解釋到什麼是property-based testing 然後透過這篇論文中 它是用一個叫TA-spec的tool去做範例 然後在三年後呢 在ICFP2000的研討會上 由John Hughes跟Coin兩個人提出 QuickCheck這個forHosco的PPT framework 然後也藉由這個QuickCheck的PPT framework呢 慢慢的越來越多工程師去 根據QuickCheck去幫其他的語言去做相對應的PPT framework 然後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PPT可以算是透過QuickCheck來發跡的 那到底什麼是property呢 我認為一個property就代表是你的testing target的不辨識 那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就先從傳統的example-based testing開始講起吧 不過在開始解釋之前 我必須要先強調一下就是PPT 它是一個測試方式而不是只有forHosco 或是只有for那一個functional language的一個測試方式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我列出來 這邊是我所知道的這些語言的PPT framework 所以如果這裡沒有列出來的話 你可以去搜尋看看你最喜歡的語言的 有沒有已經有了PPT framework 或者是如果還沒有的話 歡迎大家去為你最喜歡的語言 去實作出它的PPT framework 那我們就進入example-based testing吧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要寫一個reverse function 然後基本上reverse就是要反轉正列的動作 那如果我今天拿到了一個123的input 我就是會把它反轉成321 所以通力一可證我們如果收到ABC 我們就會把它反轉成CBA 所以這樣子的話會有什麼問題呢 它其實看起來也沒什麼錯 因為這樣子就是我們有測到 123跟ABC都有正確被反轉 可是這樣子的缺點是 就是假設我們想要去處理更多情境的話 例如說我們想要處理 我們想要去處理MT array 或者是長度為10萬的Array 或者是長度為100的Array 那我們可能就需要去透過舉足的方式去 更詳細的去列出所有的可能性 那可能就會讓這個測試變得很繁瑣 然後可能也不易讀 所以呢那我們該怎麼去改善這個情況 那這個reverse就是我們要測試的對象 然後123跟ABC就是我們的input 然後321跟CBA就是我們預期的output 所以當我們提到property又提到reverse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想看reverse可能會有怎麼樣的不便事 也許大家最快想到的就是 reverse假設一個input array 它被反轉兩次 它就是必定會等於自己 因為321再反轉就等於123 所以那我們就可以去測試的 其中一個reverse的property就是 當你的input array被反轉兩次時 它必定等於原本的那個input array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然後這邊fc代表的是 facecheck這個JavaScript的PPT framework 所以我們透過facecheck的assert 來告訴它我們要針對這個property做測試 然後所以這邊fc.property就是定義我們的property 然後這邊的fcarray fcinteger呢就是告訴我們的PPT framework 我們要拿到list of integer的這個input 那它就會自動亂數產生 從任何的list of array的可能性中產生一些array給我們 然後所以這個fcarray of fcinteger呢 就有可能會產生出123 或是只有一個element的0 array of 0 然後或是empt array 或是長度為100的array 然後這就是接下來的這個callback 就是我們要跑測試的function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input array翻轉兩次必定等於自己 那這裡就是把我們這個property給寫出來 所以這樣就可以測試到各式各樣情境的array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一個test case就很像PPT的情況下在寫的時候 就是很像在為你的testing target的invariant去做一個證明的動作 就是像剛剛就可以看到我們是一個正列反轉兩次就必定等於自己 所以以剛剛的reverse來說 那就是我們的invariant也就是我們的property 然後在PPT中呢有三樣東西 一個是arbitrary 一個是runner 然後最後是shrinker 然後我會依序做解釋他們是什麼 arbitrary呢 就是我們要定義來讓這個PPT framework知道該怎麼去產生你的type的值 例如說我們有natural number 然後有integer 有string 有boolean 然後facecheck還提供了一些combinator 例如map filter之類的 或者是oneoff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arbitrary去幫我們 讓PPT framework去自動產生出我們需要的type的值 那為了讓大家更容易了解 我這邊稍微列出一些arbitrary的可能的值 所以以natural net就是natural number 所以以net來說的話 這邊就會是0或是任何正整數 然後我們這邊就不額外探討 0到底是不是自然數 所以總之呢 在facecheck底下 natural number就是會產生0跟任何正整數 然後integer就是負整數跟0跟正整數 然後string的部分它有可能會是emptystring 有可能會是大小寫字母加上數字的一個string 然後有可能會是 會有一些符號的string 然後所以它有各種各式各樣的可能 然後如果bullying的話可能是最好懂的 它就是true或false 然後filter的話呢 它基本上就是為你的arbitrary去做precondition precondition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能 例如說natural number它可以產生的值到很大的值 然後我們可能只 我們合法的數字可能是100以下 那我們可能就需要透過filter去filter掉100以下的數字 那我們filter給一個callback 那那個callback裡面我們就可以去針對這個 呃... 它就是例如... 如同剛剛所提到的它基本上就是 會產生mtarray 或是長度只有1的array 或是有重複element的array 或是各式各樣的情境 然後再來是oneoff的話 它就是會根據你給的 它不只可以給2個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給5個10個都可以 但是基本上就看你的需求 然後所以它會根據你給的arbitrary去 在產生的時候它會去 從你給的arbitrary中去選一個 然後去產生值 所以例如說這邊是natural number 或character的話 那它可能偶爾會產生 natural number 或會產生character 接下來是webURL的部分呢 它就是... FaceTrack有提供這樣一個arbitrary 那它就是會產生所有... 任何合法的... 嗯... 的URL 然後這個可能在前端有時候就還蠻實用的 然後再來option呢就是... 基本上就是optional的意思 所以假設我們這邊給了option natural number的話 那它會產生的就是所有natural number的可能性 或是nual 那option也提供... 一個就是你可以... 設定說... 你的default的那個option的value是什麼 例如說它default是nual 那你可以改成not a number 或者是undefined 所以這是可以去改變的 然後最後一個範例呢是... record 基本上... record就是... 就是... 透過你給的這個... 的這個object 然後key就是你的key 然後value是你那個key的值... 的哪個type的arbitrary 所以例如說呢... h可以是自然數 然後name是string的話 我們就是這樣子... 嗯... 去定義 那... 嗯... 在幫我們產生這個record的... 的值的時候 我們就有可能產生出... 例如說h12 然後name是john 這樣子的一個object 接下來runner呢... 它就是會針對你... 所... 設定的那些property 去做測試 然後其中呢... 它也會去... 檢查你的precondition 例如說剛剛的filter 或是有另外一個combinator 叫做pre 然後基本上就是會... 去把那些precondition postcondition 之類的... 去做過濾 然後並且產生... 更多的test case 然後... 在我的... 嗯... 調查之下呢... 大部分的PPT framework Default 都是會... 為一個property 跑100次的測試 也就是說 它會產生100個... random input 然後... 就是會跑100次的測試 那... 那是可以去設定的 所以... 假設你只想要它跑20次 那你也可以把... 就是... 去設定把它改成20這樣 接下來呢... 是shrink的部分 然後... shrinker的用意是... 假設我們今天... 嗯... 是一個非常大的input 例如說我們是... a list of integers 然後... 當PPT framework 產生一個... 長度為1萬的... 正列的時候... 我們fail了 那... PPT framework 有支援shrink功能的PPT framework 就會幫你把這個... 長度為1萬的正列 縮小... 縮小... 再縮小... 然後找到... 最小... 會fail的可能性的正列 那假設它... 說到... 有可能長度為0... 例如說... empted rate其實就會錯了 或是... 長度為2... 的... 正列就會錯了 那... 那就是... 這非常有助於我們去debug 就是... 你不用去... 那個長度為1萬的... 的... 的... 正列去做... 呃... debug的動作 所以... shrink是一個非常... 呃... 非常好用的功能 但是... 不是每一個... PPT framework都有支援 這樣子一個功能 所以... 當你在選擇PPT framework的時候 你可能要看一下... 你... 選擇這個PPT framework是... 怎麼去做... 呃... shrink的動作 因為... 這是一個... 呃... 對... 了解... 為什麼測試會有... 非常有幫助的功能 那接下來我們就... 透過更多的範例去... 呃... 更詳細的了解... 該怎麼去做PPT的測試 好... 那我們... 先回到剛剛的reverse 這是我們剛剛... 在前幾張... slides有... 提到的... 正列反轉兩次... 必定等於自己的... 一個property 那可能有些人會說... 啊... 那我們... 我們reverse function就... 直接return那個input rate自己就好啦 那這個... 這個... 測試不就等於沒用 那...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論點其實是... 可以說是沒有錯的 因為... 因為如果真的有人就這樣寫的話 那... 那這個測試絕對是會過沒錯 可是... 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問題是... 其實reverse不只有反轉兩次等於自己這個property 所以... 我們... 應該要針對我們這個... testing target有哪些... property去把他們都定義出來 然後去寫上... 他們的property-based testing的測試 所以... 嗯... 以reverse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想到另外一個... property就是... 當... 我們... 正列反轉之後 它的最後一個element 必定等於原本的... 那個... array的第0個 所以就是這樣子 反向的... scan回來 應該是要是相等的 所以... 我們就可以... 嗯... 一樣是... 透過定義這樣一個property 然後... input array... input就是array of integer 那當... 這個... reverse去執行之後呢 我們拿到這個... 反轉之後的整列 那它長度必定等於原本的... array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反向的去... 去... 檢查... array的第0個有沒有... 等於reverse的最後一個 然後... array的第1個有沒有... 等於倒數第2個 例如這樣子的... 反向的... 全部檢查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 確保... 我們的... 嗯... input array有正確的被... 反轉了 那這樣子搭配前一個... property的話 我們就可以確保... 我們的... 正列是有好好的被... 反轉的... 然後接下來呢... 假設說... 我們這個... reverse function 我們不要做mutable的 mutable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 傳了這個array進去... 我們不應該把... 我們不應該改變原本的這個array 而是要return一個新的... 反轉好的array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裡就是... 主要是要測... immutability 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所以... 我們暫時先不用理... 它return什麼 所以... 呃... 在執行 function前呢... 我們要先...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 input array... 呃... 就是... clone一個起來... 然後... 再來就是... 執行這個reverse function 然後...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測... immutability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檢查... 這個... 執行完之後這個... 這個input array... 還有沒有等於原本的自己... 所以呢... 那假設有人真的... 把這個reverse... 實做成mutable的版本... 那我們就可以... 收到... 透過PPT... 來幫我們測試到這樣一個結果... 就可以看到說... 可能... 呃... Facetrack幫我們... 產生了一個... 非常大的陣列... 然後... 並且發現... 它錯了... 所以可以看到... 它shrink了35次... 然後最後找到一個... 最小會錯的結果就是... 0-1... 然後... 所以... 這邊可以看到... 嗯... 0-1... 被反轉成-1-0了... 所以... 我們就可以理解到... 透過這個小一點的... contract example... 理解到... 我們... 有人... 不小心去做... 實做了... mutable的版本的... reverse function... 那我們就是要去把它改成... immutable的... 接下來呢... 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一個範例... 然後主要就是... 計算運費... 然後... 嗯... 大家想像一下... 我們現在在一個... 非常... 運費非常貴的一個... 電商平台工作...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計算運費... 那... 基本上呢... 我們... 這個Spec就是... 要... 主要是分... 嗯... 本島跟離島的部分... 會有不一樣的... 本島縣市跟離島縣市... 有不一樣的運費... 的倍率... 然後... 所以我們第一個... 是先定義... 我們的離島... 有金門馬祖澎湖... 的縣市... 然後... 剩下的就是... 本島的部分... 然後... 所以... counties就是... 這兩個加起來... 然後... 所以... 我們就會有一個... Is Outlying function... 然後... 主要它... 它就是去Check... 這些... 我們給的... 參數的這個... 的這個縣市... 有沒有等於... 金門馬祖澎湖... 那如果有的話... 就是... True... 然後再來呢... 就是... 計算運費的部分... 所以... 我們這邊的Spec是... 如果... 它是... 離島縣市的話... 運費就成3倍... 如果是本島縣市的話... 就成1.5倍... 然後... 我們的參數... 會是... 一個address... 跟... 一個number... 然後那個number... 就是我們的shipping fee... 然後... 我們要return的就是... 原本的shipping fee... 乘上這個倍率... 然後...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剛剛的... Is Outlying function... 去... 檢查我們... 這個address的... 這個地址的... 縣市... 是不是... 外島縣市... 如果是離島縣市的話... 那我們就是... 乘以3倍... 如果是本島縣市的話... 就乘以1.5倍... 所以我們拿到這個... 倍率之後... 我們就直接... 跟原本的... shipping fee... 做相乘... 那我們要怎麼做測試呢... 我們可以... 我們在... 針對... 嗯... 我們在針對... 計算運費... 做測試前... 因為我們裡面用到... Is Outlying function... 所以我們也必須... 去對... Is Outlying 做測試... 所以... 我們可以先看到... 我們透過... Constant From... Constant From... 的這個... Combinator... 就是說... 你給... 例如說你給... Constant From... 是... 1... 10... 20... 那... 就是... 本島的... 本島縣市的... 所以... 離島縣市的... 就是... 可以直接從... 剛剛定義的那個... Outline Contest Object的... key... 去拿... 那... 所以... 通理可證就是... 本島就是... 從這個... 那... 所以... 基本上... 如果是... 整個... 所有的縣市來看的話... 我們就從... one of... 離島的... 或是... 本島的... 那...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 針對... Is Outline這個... 方形去做測試... 那... 它基本上就是... 分兩種嘛... 一個就是... 如果它是... 離島縣市的話...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 Outline County Arbitrary... 去產生一個... 離島的縣市... 那它... always都要等於... true... 然後... 就是... 它是... 本島縣市的話... 那它就要... always... 是... 所以我們一樣... 這裡是用... Outline County Arbitrary... 去產生... 然後... 所以我們就可以... 證... 就是... 可以去證明... 或是說... 測試到... 我們... 只要是離島縣市... 就always是true... 然後... 如果是... 本島縣市的話... 就會always是false... 然後... 再來... 我們就可以去測試... 我們的... 計算運費的... 那... 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的... input是一個array... 跟一個number... 那... 我們的... 不是array... 是...address... 所以... 我們... 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 address... 是有一個... county的... property... 跟一個... street的... key... 那... street就會是一個... string... 那...county就可以... 直接用我們剛剛那個... counties object來去定義... 那... 當... face check在產生...county的時候... 就會從... 所有的縣市... 去產生出來... 然後... 再來就是去做... 測試了... 那我們... 該怎麼去... 對... 計算運費做測試呢... 首先... 我們... 必須要透過... filter 或是... pre... 我這邊兩... 兩種都做... 就是... 想要讓大家... 就是... 看一下不同的寫法而已... 但基本上他們是... 一樣的意思就是... 我們會透過... precondition 去把... 符合的條件... 不符合的條件... filter 掉... 所以... 只會留下符合的條件... 所以... 我們這裡... check its outline... 就是這個... 產生出來的... address 的county... 是不是... 離島縣市... 所以如果... 他是... true的話... 他就會... 往下跑...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去產生其他的... 的縣市... 那... 所以我們就可以確保... 我們這裡的address... 一定是... 離島的縣市... 然後再來... 我們的spec就是說... 如果他是離島縣市的話... 我們就是把... fee 乘以3...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們要預期... 的... 我們預期這個計算結果... 應該要是... 等於...fee 乘以3... 那... 相同的方式... 拿來測... 測試... 嗯... 本島的部分的話... 我這邊是用filter... 那... 就是... 就是... 它是not outline嘛... 所以... 我們就是可以把... 離島的縣市都給filter掉... 然後... 嗯... shipping fee的部分... 一樣是natural number... 因為... shipping fee不可能是負的... 所以我們就是... 把... shipping fee... 嗯... 應該說我們已經確保... 這裡的地址... 永遠都會是... 本島的縣市... 之後呢... 我們的Spec說... 本島縣市... 就應該要... 就是... 運費乘以1.5倍... 那... 所以我們就是... 測試這個計算結果... 會是這個... fee 乘以1.5... 那...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 我們這個計算運費的... PBT的測試了... 那...如果有人想要再... 呃... 看更多範例的話... 可以到... 這篇文章去... dev.to的這篇文章... 去看... Facetrack的作者... 寫了一系列的... PBT的測試... 那我們什麼時候... 該做... Example-based testing呢? 基本上我認為... Example-based testing... 還是有必要存在... 因為那是讓大家... 最好去了解... 該怎麼使用這個 function... 那它可能會... 怎麼樣的 input... 會拿到怎麼樣的 output... 所以... 他們還是非常有幫助的... 但是... 我認為其實... 呃... 他們更適合... 搬到... 你的 document comment... 做Duck test... 那... 因為... 在JavaScript下... 沒有... 沒有一個... 比較... 普遍... 大家在使用的Duck test... 所以... 我這邊... 用Rust來做... 呃... Rust呢... 就是... 基本上... Duck test... 已經是... Rust的一部分了... 所以... 你只要... 是寫Document Comment... 的話... 然後... 並且... 你裡面有... Code Block的話... 那... 當你跑Cargo Test... 或是RustDuck... 減減Test的時候... 這一段... Code Block... 就會被跑測試... 那所以... 我們就可以... 這樣子的來寫測試... 例如說... 呃... 我們這裡就是... 剛剛的那個... 計算運費的... 的範例... 那我們這裡就定義了... 一樣是... 金門... 金門... 馬祖澎湖... 是... 離島縣市... 那其他這裡... 沒有列太多... 但基本上就是... 本島縣市... 然後... 我們一樣有一個... 然後... 所以我們就有... 然後... 我們... 這裡的... Example Code...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裡... 這個... 是... 嗯... 縣市是金門... 然後... Street... 那... 他的計算結果就是... 必須... 是... 當我的... Street... 是100的時候... 他就要被... 乘以3倍... 變成300...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那... 當我們跑... Cargo Test... 的時候... 他就也會被測試... 然後... 並且... 下一個使用這個... Calculate... Street... 的人... 就可以看到說... 該怎麼去使用這個... 計算運費的方式... 然後... 在進階議題的部分呢... 嗯... 第一個是... End-to-End Test... 那... 基本上他... 其實這個人... 我主要是查到這篇文章... 然後... 這個人主要是... 透過... 那個... FaceCheck... 去... 亂數產生Input... 然後... 去做... PPT的... Test... 然後... 再來是... Model Based Testing的部分... 然後... 這最近也蠻流行的... 然後... 前端的話來說... 就是... X-State... 這個... State Machine的Library... 然後... 它... 不只提供了你... 定義State Machine的方式... 然後... 還可以直接透過你... 定義的State Machine來... 產生出... 相對應的測試... 所以... 其實它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 X-State Testing... 然後... 還有... 這個... Kristram這個平台... 然後... 它也是一個... Huskler寫出來的一個... 嗯... 的... 的一個網站... 然後... 它可以針對你的網站... 去做PPT的Test... 那... 它的... Testing Target... 就會是你的網頁... 那... 你可能就可以亂數產生一些... Action... 例如說... Click... 某些Button... 或者是... 要在哪裡做Input... 像是這樣子的... 的定義... 然後... 再來是... How To Specify It... 那...這什麼意思呢? 這是... John Hughes在幾年前... 寫的一篇論文... 它裡面就... 更詳細的提到... 該怎麼去做... 有效的PPT... 的測試... 例如說... precondition... 或是... 或是... 假設你今天要測試一個... Binary Tree... 然後... 你可能... 加了一個... 節點... 然後再... remove那個節點... 那...那個節點就... 不應該存在在那個... Tree裡面... 你可以去做這樣子... 一個 combination 的一個... 測試... 那所以... 這篇錄文寫的... 我認為寫得非常的... 得棒... 所以大家可以... 去... 讀讀看... 然後... 可能還可以寫我不知道的東西... 但是... 歡迎大家... 分享在網路上... 或者是... 分享給其他人... 知道... 所以... 非常... 歡迎大家... 做更多的探討... 那... 來做測試... 那我們就可以把... example-based的... 那些... unit test... 移到... Document Common去做... Doc test... 那這樣... 也許會更適合... 所以... 讓我們一起... 用證明的方式... 來去... 寫測試... 然後來... prove我們的... 程式吧... 再來就是... QA的部分... 好... 謝謝... 那個... 謝謝...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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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如果... 有QA的話... 麻煩大家用... slide問他... 或是... 可以直接喬他... 現在在線上... 然後... 呃... 這一場... 就到這邊... 下一場是... 呃... Cindy Lins的... 呃... make Pro... very fast... 那我先... 呃... 稍微休息一下... 處理一下那個... 螢幕的問題... 搜封... 除了... 就排隊... 空間的問題... 好... 進入... 空間的問題... 進入... 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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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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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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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